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免费的亚马逊选品软件 amzchart 网址是 amzchart.com 注册账号 然后进入到这个amzchart的一个后台界面 这是个免费的一个数据库吧 软件服务商把这个产品的爬虫爬了一下 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筛选 挑选出比较有潜力的一个产品 点击more 然后我们点击选择几个常见的选项 比方说release date 在6个月以内或者12个月以内发布的一个产品 这样这种产品一般来说是比较新一点 同时选择FBA 在这个BSR也就是所谓的Best Selling Rate这里 我们写一个300 前300名发布一年以内 然后他的这个BSR指数是300以内 说明了这个销量方面是一个可接受的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改的更小一点 比方说150都可以 total review 当然我们也选择一个有潜力的产品 所以不可能要求这个review有 比方说这种1000个 1000个一般来说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了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比较适中300 同时呢这个star rating这里 star rating 这样我们就宽松一点 1分以上 1分以上 QA buy box seller 选择3rd party 不选择Amazon Amazon那个就是有药物讯直接卖 那种可能有难度 这里buy box price 选择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一个价位 自己所出售的产品 理想中的价位 以及资金骤转的问题 一般来说 选择一个100美金以内的 100美金以内 10美金以上 这么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这个buy box stock 也就选择正在有库存的 选择这两个选项 number seller 最多5个商家吧 5个商家 产品的重量 一般来说 5磅以内 5磅以内 5磅差不多就5斤嘛 其实就挺重 考虑到电商的这个情况 选择一个责重4斤吧 包括QA Rating Review Review的数量 negative positive review 什么之类的 这个negative 差评这里呢 不超过50%吧 如果超过50% 这个产品可能 可能就有点问题 这个针对的是所有分类的 这么个道理 选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万正的产品 实际上在实际操作中呢 实际操作中呢 可能要针对你自己的一个分类 OK 你自己的一个产品分类 你比方说健身类的或者电子类的或者什么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看这个可能性的一个去浏览可能性的一个产品的潜力 是不是有潜力 比方说这个 TvDoc Station for Switch 这个看上去就还OK 因为买Switch的人是很多的 但是 这个配件不见得很齐全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选择 在这个Amazon上去购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8月12号发布的一个产品 包括了Async 有A加界面 有Bot Together 然后是一个TvDoc Installation 这么一个产品 售价呢是20美金 产品的那个卖家是Veg1 Direct 是这么个卖家 包括有这个A加界面 A加界面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做了一个品牌的注册 就可以用一个A加界面 包括这个描述啊 什么之类之类的 这都弄的还比较比较理想的一个东西 8月 8月12号发布的 已经在这个小分类拿到第一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Switch产品 Switch Dock 这个产品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大概的成本 差不多 嗯 粗略的少一点 可能就在65块的样子 65块 65块 66块 对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同款 75块 两件 实际上如果是批量的话 可能我想价格应该是低于60的 然后算一下 20.99 勉强FBA还是没问题了 这个价位的话还是有点利润 那么 我们就通过这个软件呢 就找到一款 貌似还比较有潜力的一个产品 同样道理 我们去筛选这个 筛选这个 筛选这个Fearth条件 比方说 review大于10 那么我们筛选的产品 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同样的 这也有很多产品 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说 大概翻的时候呢 就一般来说 会有点直觉性的东西 感觉这个应该还有点意思 或者这个应该没意思 这个一般看多了 一般都有点直觉性的东西 比方说这个 这个一般直觉上感觉应该还有点意思 看一下这个东西 应该是个主力健身的一套设备 还带一个video的 也是在2020年8月19号发布的 这个商家退的很凶了 应该是不到一个多月时间 像Rating什么的 像Rating什么的都退的还挺凶的 已经是拿了个第一 Bestseller 这个小分类里拿个第一 35美金 这应该是个多功能的 一个所谓的锻炼的一个东西 叫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叫Barket 健身的东西呢 在海外来说一般来说还是 还是挺挺受欢迎的一个东西 包括这个A加界面的摩托 这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产品形态的描述 像这个是抠图以后放到这些背景 当然表达意思就好 这就是一个可能潜在性的一个比较OK的产品 当然具体这个产品的是不是有很多人做呀 或者是不是有很强的一个竞争性 这个要另做一番分析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35.99和这些同类的sponsor的这个产品 比起来呢 价格还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还是要稍贵一点 当这里有一百多的不知道是 是不是这么个同类型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的构成就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而且售后绝对是很少 弹力带组合的棒子 包括这个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值得去研究了 这是一套操作的说明 那么可能推广的办法呢 就是像这个成本应该是挺低的 可以在YouTube上找一些 找些红人或者怎么样去推去带 这样子 因为他们带会有佣金 这就是它本身的一个产品描述 包括这个 ebook and video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商家的 prime vgerob direct 应该是专门做健身设备的这么一个商家 所以基于这种逻辑呢 就可以很轻松的选择一些可能会有潜力的 一般来说就是 上架在短时间内上架 重量 价格 FBA 同时 这个review的数量 BSR的数量 这种 都可能去 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seller还可以继续改 可能我只要一个seller 或者两个seller QA QA 3个 Rating改成3.5 发布日期半年以内 看一下半年以内 3,800种产品 3,800种产品 在这个数据库里 一共3,800种产品 深圳 石 鹏 明 科技 有限公司 啊 果然是一个深圳的公司 销量来看呢 这个账号应该是比较新的 12个月183个Rating 中生是286个Rating 张号还是比较新 产品有8种 比较热卖的应该是 推的比较好的 就是这种 这个 健身器材 我们可以带1688去搜一下这个 健身器材的大概的一个售价 组合 组合 健身 棒 看有没有出来 诶 就是大概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东西 普拉提瑜伽拉力感 再搜一下 瑜伽拉力感 这个产品 那么我可以看到这个瑜伽拉力感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潜力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产品构成 两个杆子 一个脚套 一个弹力带 这样构成一个瑜伽拉力感的一个设备 呃 是三个杆子 应该来说是三个杆 同时呢 这个产品本身呢 也强调了它的新的一个特性 呃 包括它的长度 它的这个 它阻力带的这个 构成 以前应该是个布袋 现在应该是用一个塑胶的 包括它的做工 什么之类的 本身三十五点九九美金这个东西呢 呃 看一下它这个 十四块 OK 这个应该还是挺好的 OK 呃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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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三十六 四七 两百多 十几倍的差价 有这么夸张吗 所以说至于基于这个差价呢 肯定是值值得大家去啊 详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可见的一个推广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的确确就是三根杠子啊 两个带子这么一个产品构成 所以基于这种推广方式呢 用红人音箱可能就非常合适 这个产品 在YouTube上找上瑜伽的KOL 然后给他们合适的一个费用 加上这个免费的产品 让他们帮我们去带 然后做一些 再通过在一些 一些兼职兼职平台呢 去找一个瑜伽老师 让他做一个 几十分钟的一个课程 然后在这个描述里告诉用户说 我这里买了我的这个产品呢 我还把这个瑜伽的课程免费送给你 OK 这是个营销的一个策略吧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mgchart的这个软件呢 就很容易的找到了一些 看上去还挺有潜力的一个产品 值得去深究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这个瑜伽棒的一个东西 虽然我们本身可能 对这个健身类的东西完全不了解 但是还是依然可以去 获得一个潜力产品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构想 同时 再根据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特性 去进行推销 进行 product launch 也就是 上架上架推销的一个东西 同时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产品本身 这个商家他做的是不是够专业 看上去本身还是OK的 包括一家界面文字描述啊 产品的特性的特性的强调和重塑 也就是说他比那个旧款好在哪里 为什么贵好在哪里 可以优化的地方我觉得不多 具体信息没太看 但是这个文字描述可以更精简一点 总体来说这个listing做的应该还是比较成功 同时这个产品本身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 Resist and Spend Section Stick 它这个关键字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是这个关键字吧 应该是这个为主关键字叫 Portable Resistance Workout Set BarKit 可能为这个主关键字去去考量这个竞争的程度 如果我要去想这个 呃 产品本身的竞争的程度的话可能是这个 嗯 叫Resist and Workout Set 这种这种可能是一个比较竞争的一个主关键字 它这个Portable Home Gym Workout 这个可能用户很少会说这类词吧 当然也要看他后台弄的那个Search Term 什么之类的 好了 这就是MZChart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应用 同时我们如果呃 要更精润一点 比方说我卖的那个分类 我只想到我那个卖的那个分类去考察这个产品 像是Home Kitchen OK 也就是说满足这个产品分类在Home Kitchen这个分类 然后 呃 对应的产品只有13个 OK 那么我可以看到这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在Shopify上卖的也挺多的 就是一个呃 一个夜灯吧 就是提高家庭氛围的放在家里啊 可以有些比较好看的光彩的效果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一些上架不久 同时卖的还不错的产品 这也是 呃 加强我一下我们的灵感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这个产品 呃 formance 这是个夜灯啊 夜灯呢 呃 把光打开以后在室内是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8.99美金 他就符合我们这个事先做好的一个呃 描述啊 一个要求 分类 review 呃 什么之类之类的 你懂了 我们就不做赘数 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挺有权利的 啊 如果配合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理想的一个推广方式 再加上美国这么严重的疫情 在室内健身 也是一个很强的需求点 好了 这就是一个免费的 mzchart的一个软件的使用办法 你学会了吗